那所以我才说 这些事件 每一起都是让台湾人民 会觉得我们每天的生活 是心惊胆跳 尤其是这些奉公守法的 这些小老百姓 他们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每天上演 那我们的政府在哪里 我们的警政署长在哪里 我们的这个内政部长在哪里 我们的这个警大校长在哪里 在跟黑道吃饭 在什么喜相逢 在做什么事 奇怪这些事情他们都不用管 然后呢我们的总统 那个选前每天发文 就是哪一个县要支持谁 哪一个市要支持谁 然后呢从来不提这些治安事件 还讲自己的社会安全网有多好 所以我觉得人民就是感受到了 现在的政府是不仅不只是阿爸 已经是无能 而且是 其实很多人都讲 我这些诈骗集团 因为它是一环一环一环的 很多的网路上有很多的爆料 都讲说因为诈骗集团会跟地下汇兑业者勾结 而在地下汇兑业者再去跟政商跟警察勾结 那这样的一个一环扣一环的一个大 大型的漏窜 这个犯罪漏窜 那就很可怕了 加上你如果说刚刚是大量启用移工的话 移工就是断点阿 是啊 而且你要知道移工其实在台湾喔 我认为是我们的黑帮集团 也开始经营所谓的人力仲介啦 就是外籍移工都透过仲介公司来台湾 然后呢他们来台湾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就是仲介费 仲介费每个月的薪水要扣一定比例 要来还这个仲介费 那也许有仲介员就跟他说 那你做这个我可以多帮你每个月多扣一些 你知道很多这种外籍移工就是面临这样的剥削的 结果最好可能还要停额中间去犯罪 这其实我觉得这一些都是我们台湾治安很严重的问题喔 结果我们的政府在哪里 是 对我们的政府在助选 我们的总统在助选 我们的行政院长在跟立委吵架 所以这绝对会让人民觉得更不安啊 因为现在在高雄就是这样子啊 之前爱河出现那么多浮丝 然后我们只不过是问一下说 是不是希望政府去调查清楚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浮丝 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就算他轻声好了 为什么会轻声 是出了什么状况 我们是不是有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地方 你只要稍微问一下 马上就有还医护团体站出来喔 说你们大居心叵测 你们这些人就故意要操弄 要破坏社会和谐 就是就是故意要制造什么谁的负担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到极点这些人 这些到底是什么鬼医护人员 医者父母心啊 医护的本质不就是为了救人吗 那如果我们能够在他发生问题之前先帮助他不是比较好吗 然后这一些没良心的医护人员 居然会跳出来去护航这种东西 那所以现在浮屍都不准提啊 他不管死了再怎么离奇 我们都要当他是亲生的 不然你就没有台湾价值 不然你就是中共共鸣者 就这样子啊 所以台湾今天明明出现这么多问题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 不是只有高雄才发生 台湾所有到处的核酸里头都有浮屍啊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啊 所以我要讲的不是只有民进党出问题啊 是全部的县市都有问题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那这些浮屍 有没有人去探究 他背后到底 每一个浮屍后面一定都有一个故事 那这故事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人真正深入去调查 然后现在看起来政府就是 赶快把他结案 反正就是亲生 台湾每天失踪人口一大堆嘛 所以死了也不奇怪啊 是这样吗 我觉得就算他真是亲生 也要去查出原因来 他什么原因 我们能够帮助他让他 他减少到亲生这个念头 打消这个亲生这个主意 这才是我们政府真正有帮到人 但是现在这个政府没空管理这些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这个处理起来又麻烦 然后呢 又不能帮自己制造政绩加分 然后又不会 选配合不会多 那我管这个东西干嘛 就当要消失了 刚刚严老师广告的时候在问说 陈其迈应该要出来帮李俊逸啊 应该他要出来讲话 因为他代理郎主席啊 他为什么要出来讲话 我们迈哥 暖男哥搞不好觉得很烦 你以为是我喜欢带你这个党主席 是因为谁叫阿燦是个超习仔 害我只要来带你 多麻烦 所以 陈其迈也不想干这种事 大家都不想管 我觉得 今天最可怕的就是 民进党即使败得如此彻底 他们脑袋想着还是下一场选举而已 刚刚其实梁明哥还有比喻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管是在大街上随便遇到一个人 他都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 你可能会在电视前面说那有啦 哪有这么夸张 可能真的有这么夸张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在这几天刚好不约儿童的 包含像是这些艺人或知名的人物 像于美人好了 或者像是艺人小珍 他们都遇到一样的状况 你看于美人特别发文写 美人姐没有教人家玩股票做股票 他已经被人家盗用账号 而且你看还有 他说这边有蓝勾勾才是美人姐的正牌粉砖 还有个更夸张 我刚刚讲小珍 小珍他的相关脸书的这种广告 他被盗账号已经长达多久 三年了 但是呢 他现在不忍为什么 他说政府都不管嘛 我已经被盗用三年 我也反映了很久了 然后这些诈骗集团 每天就打着我的名号 打着我的照片 横行无阻 结果他也想问问看 政府你都在做些什么 因为我喊了三年 到现在都不管了 严教授 我想我们第一个 我们这个Republic of China 这个ROC 现在变成Republic of Khan 全是诈骗的 然后这些Khan 又变成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ROCT变成 Terrorist 变成恐怖分子 你看看 这个这么多的 包括这个高雄这样的反榜的 我觉得台湾的诈骗 确实 就是 只要想到我们的法律不够严谨 对他们这个追责 没有这么严厉 就让所有过去曾经参与过诈骗的 在海外的 觉得说 只要我们不要再去诈骗大陆的 可能更危险 万一被抓的没有遣返的话 很麻烦 所以全部都集中 在就是不出口了 现在就在国内玩 玩得很好 玩得很开心 因为政府也不太管他们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政府有没有心 刚才这个韩冰讲到 我就想到 我自己问过一个球星 在美国很棒的一个 就是美式的足球球员 那他是带着很大盛名 好有很多记录 保持人什么等等 那他当然退休之后 你知道常常就会有人 要他来当球评嘛 对不对 当球评不是蛮不错 在电视上来分析 他做了一下 他跟我讲 他说他不能再做 为什么 你知道每一场球 你要分析 你要把每个队的 所有的球员都要搞清楚 是很花时间的 那他自己至少有这个认知 说我在那边讲讲 这个丢球丢错了 可以讲 但是要有深度 他没有办法 那他就不做了 后来 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 应该学这个球星 就觉得说 这么复杂 这么麻烦 这么多事情 那我干脆还是当反对党 没事来骂骂人比较容易 对不对 因为你执政 你真的是要做事情 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做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不愿意 参与行政工作 因为我觉得行政工作 真的很繁复 那如果说你不想参与 那你就像跟我一样 就当个立法委员来评就好了 批判就可以了 监督就好了 因为你真的要做事 你是要去做事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一个长期的文化 就是你看他们所有的 包括我们讲说这个什么口一哥 好好的这个行政工作不做 就喜欢搞选举 搞选举 这是他们民进党的一条路 但你搞选举的人不一定能够治国 不一定愿意坐在这个办公桌后面 来看公文 看所有的法条 他们不愿意 他们只喜欢在电子上面做一些东西的话 那干脆就乖乖当反对党 当名嘴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需要再做政府 那这是我对民进党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你看像徐国勇现在过来 当名嘴还比较好 老实是你给徐国勇的建议 难怪他转职了嘛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做办公桌要多少事情啊 对不对 我比较好奇是以后如果徐国勇主持节目 会不会有诈骗集团用他的名字成立这种 对不对 不知道 赶快盗用他 需要是叫你怎么炒股 对 劝不要买到地雷 跟吃到姑婆鱼一样可怕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 714 享有折扣哦